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源以及供应链的关键环节 这一构思与唐纳德 特朗普最近提出的 政府拥有的投资基金计划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两者都旨在通过资本投入促进美国的重大国家事业 尽管拜登顾问团队已经在这项计划上努力了数月 并与经济专家进行了多次讨论 但许多关键细节仍然不明朗 这个提案不仅可能成为美国与其他国家 在科技和资源投资上竞争的工具 还可能在国会引发激烈的辩论 尤其是在当前的财政赤字背景下 支持者认为 这个基金能够创造出对抗中国等对手的资本优势 而反对者则担心这将成为政治利用的工具 我们将深入剖析这一提案的各种利弊 并探讨它对美国未来的潜在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本篇文章来源于彭博社 由Josh Wingrove撰写 发布日期为2024年9月6日 更新于同一天 文章讨论了拜登政府正在酝酿 创建一个主权财富基金的提案 以便美国能够在国家安全利益领域进行投资 这些领域包括技术 能源和供应链的关键环节 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和其副手达利普辛格 在过去几个月内一直在推动这个项目 他们的努力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 特朗普最近提出的类似提议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特朗普在纽约经济俱乐部的一次演讲中提到 政府应建立一个投资基金 以资助伟大的国家事业 沙利文和辛格每周都会进行头脑风暴会议 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经济专家商讨基金的规模 结构 资金来源 领导机构 以及潜在的保护措施 虽然这个提案的规划文件 已经在白宫员工和关键机构之间流传 但许多关键细节仍未确定 包括基金的结构 资金模型和投资策略 特朗普对这一想法的公开支持 可能为这项倡议提供两党合作的动力 这种基金在美国是相当新颖的 通常存在于拥有大量商品出口和预算盈余的国家 如中东的石油复国 该项目的一个关键动机是 反制美国对手在关键材料和新兴技术方面的掌控 尤其是中国投资公司在自然资源领域的重大投资 拜登的助手们希望在其总统任期的剩余时间内 正式提出这个提案 他们认为 这种基金可以通过提供首损权益资本 担保或过度融资 来支持那些与中国公司竞争的流动性较差 但资质良好的公司 提案的支持者认为 该基金还可以用于支持那些进入门槛较高的新兴技术领域 如造船业 新兴地热和核聚变项目 以及量子密码学 这个模式与一些亚洲国家的激进技术投资类似 如新加坡国有企业蛋马锡控股对微软和英伟达的支持 但蛋马锡对现已破产的加密货币公司FTX的投资 显示了这种努力的风险 大多数其他主权财富基金 如科威特 挪威和阿布扎比的投资机构 都是在20世纪中期通过盈余石油收入建立的 然而美国的一些州如阿拉斯加 西墨西哥和德克萨斯 也通过能源和矿产资源 设立了自己的政府投资基金 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其他国家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也独立管理着主权财富基金 要创建任何基金都需要国会通过法案 这在资金来源问题上可能会引发激烈争论 目前白宫还没有正式与国会议员进行接触 但计划在不久的将来与国会和私营部门讨论这一提案 去年由路易斯安娜州共和党议员比尔 卡西迪和缅英州独立议员安格斯金领导的 两党议员小组曾建议创建一个投资基金 利润用于增强社会保障福利 对美国主权财富基金的提议 至少获得了一些外部支持 对冲基金亿万富翁约翰·保尔森表示 支持建立一个超过挪威1.7万亿美元规模的投资池 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莫斯 则对特朗普的提议表示质疑 认为这一提案不完整 萨莫斯指出 美国有大额贸易逆差和预算赤字 设立大量资金用于为明确的投资 并不是一个负责的提议 提评者认为 这个基金可能被现任总统用于政治项目 而且在国家继续负担巨额赤字的情况下 基金的资金筹措将非常困难 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杰瑞德·伯恩斯坦 对此表示谨慎 并指出他没有在任何会议上讨论过这个话题 保守经济学家道格拉斯·霍尔茨 埃金质疑这个基金的必要性 认为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的实质性依据 特朗普在周四的讲话中设想这个基金 可以通过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来筹资 用于投资先进的制造中心 先进的国防能力 前沿的医学研究 并帮助防止疾病 从而省下数十亿美元 他表示 许多经济界人士将会参与建议和推荐这个基金的投资方向 从不同角度分析 这一提案的背景及其影响显得格外重要 首先 从国家安全角度看 创建主权财富基金可以帮助美国在技术和能源领域保持竞争力 特别是在与中国的经济竞争中 其次 从经济角度看 这个基金可以支持高门建的创新项目 有助于推动美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增长 然而基金的资金来源和管理模式将是关键问题 涉及到如何在现有的预算赤字背景下实现可持续的资金筹措 此外 从政治角度看 这一提案可能成为两党合作的契机 但也可能引发激烈的党派争斗 特别是在资金来源问题上 批评者担心基金可能被滥用于政治目的 缺乏透明度和监督机制 总之 拜登政府关于主权财富基金的提案 虽有助于加强国家经济安全和技术进步 但其成功与否将取决于其具体的设计和实施 包括资金来源 管理模式 及监督机制等方面的细节 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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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